我这几天瘦了三公斤 大概不到两个礼拜瘦了三公斤 那我晚上大概就睡了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就是在沉淀在思考 为什么要做这个 然后我能够带着什么样的心态 但是真的碰到今天以后 就跟原来想的真的不一样 当我一听到有这份邀约的时候 的那一个晚上 大概就是那一两天 那我就脑子 其实我这几天瘦了三公斤 就两个礼拜 大概不到两个礼拜瘦了三公斤 那我晚上大概就睡了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就是在沉淀在思考 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个 然后我能够带着什么样的心态 但是真的碰到今天以后 就发现就跟原来想的 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就我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态度来面对 就是面对啊 的生活当中 我对Sales Sales这个特质 不只是推销东西而已 就是Sales它必须要去承担的很多东西 是我完全不熟悉的 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说 刚刚好我人在美国 那竟然要学一个从来都不知道的课程 那为什么不找最好的 刚刚好我在Hubert 我就想说好 那我去修一堂这门课 所以我就上了这堂课 真的是大开眼界 原来Sales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全球我们上课的真的是每一个一个比一个厉害 都是非常大的公司 都是全球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自费去参加 那像他们几乎 另外的 我相信我大概是唯一自己拿掏钱掏腰包去 因为他们去几乎都是公司 公司去让他们去进修的 所以我大概是唯一一个 他们也都看我很奇怪 他们看我很奇怪 我跟他们真的很不一样 在思维方向上 但是他们就很惊讶我的创意 会跟他们还可以搭得上线 我们还有金融界的 就是因为Sales的话 通常公司会让他们去上 这么贵的Sales的课程 几乎都是大公司 那天有一个国外的朋友来台湾 然后我就请教他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些什么 那他就看着我的眼睛 他说你应该做大一点的事了 就是说你现在手上在做的这件事情 你已经驾庆就熟了 你要跳脱你的舒适圈 你要做更多一点 那时候只是在想教课这件事情 但是那句话真的就在我的脑海当中 不断地绕 所以 当一切我们达成目标的时候 当我们达成目标的时候 那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做 有好多事情要做 有好多计划要做 好多事情可以实现 所以这是我的心愿 那我们一起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